早上11点我们的蔬菜已经卖完了 那个汉菜还有一点点辣椒还有这个白菜是别人放在我爸爸这儿的 已经卖完了 卖完了 爸爸今天卖的好快 他说因为今天黄瓜少 酱瓜还有 还有一点西红柿一点辣椒 还有黄瓜 样树比较多 不像以前 以前是只有黄瓜 现在是种树更多了 样树多买的人就更多 现在有辣椒黄瓜 西红柿 姜豆 我说师傅今天回来的好早 现在才下午一两点钟 他已经回来了 早上11点的时候就只剩一点点黄瓜 10块钱的黄瓜 然后他就一直在这等 等了两个小时 看今天汪师傅搞到多少钱 那块块钱不是有几十块 块钱不是有几十块 那里就先滚起来 好多的 多少钱 233 skin 8 9 10 10 13 14 15 16 17 18 24 12 12 42 200 300 32 加142 ya 32 九回 2 今天有620块钱 620块钱 那这个菜炸一下 我们的黄瓜已经马上过季了 黄瓜不多了 目前风产期的就是姜豆 今天工作的20起吧 一起来香瓜 有点辣椒 西红柿和辣椒也要慢慢进入风产期了 我们的蔬菜就是一波接一波 那你满不满意 差不多了 大到你预期了是吧 预期都没有了 最烘的时候卖到一千多块钱 老爸说最丰收的时候可以买到千八块钱 嗯 喊到等啥也行 主要是西红柿还没有登场 还没有进入舞台 西红柿一登场了 钞票马上就多起来了 西红柿登场的纳子啊 鞋子啊 一半切都拖都拖不到 非常高产 鞋子都没登啊 纳子啊 今天这种鞋子都买得多 一二斤 十几斤纳子 纳子买到一两对啊 一对多啊 一百大百斤啊 装上去 但是纳子又不压成 他多了 蒋瓜鞋 蒋瓜是鞋 蒋瓜是鞋 蒋瓜是一两百斤一百斤 一百斤一百斤 都是慢慢一两百斤 有红瓜一样鞋子 还有缺失 今天那蒋瓜肯定价钱有何 他们卖五块四块 是啊 今年的西红柿价格肯定比去年 可能还要稍微高一点点 不是预估的 现在菜饭子卖的 外地的西红柿卖五六块钱 七块钱 小西红柿卖七块钱 大西红柿卖五六块钱 如果是本地西红柿登场的话 价格可能比他们要稍微高个一两块钱 我现在都准备四块 那你为什么准备四块 我找不到 你找不到他们价格 我找不到他们价格 你上当了 我找不到他们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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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师傅今天搞了一点点很少的西红柿 因为第一次卖 他不知道西红柿的菜价钱 等他蔬菜已经 西红柿卖四块钱一斤的时候 发现菜饭子比他的菜价还要高 没多少 下次就知道了 下次就知道 王师傅讲得很开心 因为他种菜种得很有成就感 买了他蔬菜的顾客们都认可他的菜 说他的菜好 说他的菜好 答案 为什么说今年的西红柿价格比去年的还要稍微高一点点 因为今年的天气比去年还要极端 所以今年很多人肯定是种不出来西红柿的本地西红柿是很少很少的 所以 就是往年天气比较好的时候是本地西红柿还没有进入市场的时候菜饭子的外地西红柿是卖一两块钱一斤 如果是本地西红柿登场的话比他们会高个高个一块钱左右 我们的价格是怎么来的就是看本地菜饭子它的蔬菜价格 如果它的蔬菜价格 比如西红柿今年已经卖到五块钱了 那么我们的本地西红柿就会在它基础上高个一块钱左右 你像去年是辣椒涨价今年就是西红柿涨价 而今年辣椒就特别便宜 所以我们去年就推测了 就是今年价格好的 明年不要追这个蔬菜种那么多那么大面积 如果今年价格不好的明年就不要把这个丢了 要继续种 你看去年辣椒那么好 今年好多人种辣椒 导致今年的整个辣椒市场价格就很低 很低米 好多菜农把辣椒都毁掉了 第二个就是因为打了疫苗嘛 全国大面积打疫苗之后很多人就不吃辣椒 因为有一项就是说要进辣嘛 所以很多人就不吃辣椒 导致它的需求量就降低 所以它的价格就更低 今天汪师傅回来的很早 刚才跟汪师傅也交谈了 今年由于天气的问题 其实我们的西红柿的话 虽然大家看我们家的西红柿长得也还不错 其实受天气影响我们家今年的西红柿是没有往年那么高产的 以前天气好的时候西红柿节的那个产量是还挺吓人的 但是今年我们自己家种西红柿可以感觉到没有往年好 今年的天气比去年的雨期要来的更早 意味着很有可能西红柿的央苗长不大 就已经要夭折了 今年至少在湖南招牙界 本地的西红柿产量应该是比去年要更低的 所以价格肯定会有所上浮 而辣椒跟去年的话就正好呈现相反的一个情况 如果说今年有一些朋友们自己有种了西红柿的话 那可以省一笔小钱哦 不知道你们都种西红柿了没有呢 好了我是小妹杨子 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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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